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再提个箱 药 动物类的药 动物已经死了 被制成这个杆了 用它的药 那你不是亲自杀 我们这个修行者 包括你不能吃素的人 活的一定不要吃它 无论它是嘎啦 无论是虾米 虾还是什么小鱼 它这些活的你不要吃它 你要吃三净肉 三净肉是什么 就是已经死了 不是你杀的 那么这个叫三净肉 它已经死了 它的灵就冤在那个世界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真正 为什么藏传佛教 它没有鼓励你吃素 就是因为你要跟终生结缘 你要度终生 所以你吃它的肉 你一定要超度它 你不是光吃肉香 那吃肉没味道 是为了有能量修秘法 你这个将来修秘 就是要昆大里 要焯火生起 你没有这些动物脂肪 你转化不了灼火 或者你灼火生的不够猛 那这些都有它的科学道理在里面 包括东蜜 日本蜜 修法也不主张吃素 但是通通都不让你吃现杀生的 不可以杀生 这个是不可以自己杀 那喇嘛专门有个僧团 它是要给动物 这批毛牛要杀 这批羊要杀 它要给它念经 念经 念经以后超度 劝 说老牛老牛啊 你永远做个畜生 一辈子是个牛 没有意思 你现在从躯壳里出来吧 从躯壳出来 我送你去转世三善道 去天道享福 这都有咒 我翻译翻译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个牛说 啊好啊 终于解脱了 你送我走吧 他一刀把他捅死了 然后你要有这个神通力 跟他沟通 他愿意 愿意捐 把这个肉体捐出去 利益大众 他是这个道理 他没有怨恨了 他不就变成牛鬼了 天天跟着你 对吧 你吃牛肉 他变成牛鬼了 后面两个大脚 走哪都这么跟着你 那怪可怕的 牛鬼对吧 马头马面 牛头马面 那么你吃他 你不超度他就怨恨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道理 那么你动物的这个尸体 这个做药的 蝎子啊 什么乌公啊 这些他已经死了 他是毒宠 死了呢 他的神识 未必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你在用药之前 要帮他念往生咒 帮他超度 帮他血排位 然后超度走了以后 他要感恩你 感恩你 他把这个 他的这个尸体上面的毒 他又能帮到众生 他又做了功德 所以这一举好举得 但是你如果是不去超度他 直接用药 那夜长肯定是背 钱进了你口袋了 他就跟着钱 就进了你身体了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 要背这个斋的 所以是所有的 今天的医呀 都要学道 都要学佛 你不学佛不学道 不懂因果 不去处理因果 自己背 家人背 那么就是就有业障 所以我在传道的过程中 台湾一些老修 他们常到过厉害 他们帮过人 结果家人倒了没了 他后来就不敢帮人 新加坡也有一组人来找我 他是修先门先道的 他们也是帮人 帮的人也是 家人都就受问题了 所以是来找我 所以说你为什么没事呢 我说我从来都是 刚才说都上交上交 都顶着呢 然后所以说我的家人不用扛 所以说你是为度众生 你是为了普度众生 为利益众生 不是为了拿人红包 拿人钱财 有的人配个药方 要人几十万 配个什么 要人几百万 那这个业障背得太重了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说我的师父就即便你什么 达到了神仙的水平帮人 你就是人家有能力 这个给你多少 就拿多少 不要去漫天要价 你像香港那些风水师 动不动搞一个几十万 港币几十万 对吧 那结果后来不是眼瞎 就是腿瘸 就是端子绝酸 为什么 你敢敢拿 就背人家的业债 所以我们修道 也在做医学的东西 也在做武术的东西 那跟这种食宿的 它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要重视一下 所以是可以用的 但是要超度